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每一桌旁边都占有一个店员 他们那些店员都是在帮大家夹面 轮到我们来挑战啰 为了怕大家一直单吃蕎麦面会腻 他有帮大家准备各种配料 每一碗蕎麦面其实就只有一口的份量 加油 挑战了15分钟左右 我又整个饱到不行 剩下我的朋友还在继续努力 总共吃了44杯 小麦面 真的快要肚子胀了 胀到不行了 虽然我们的看起来非常的多 但是跟别桌比起来 我们这个整个真的是小case 因为圣钢他这边的旅游景点 每一个点都非常的近 所以我跟朋友就决定用走路的去旅游 因为这棵树它从石头中间 蹦出来很有名 而且它整个便宜超大的 对 还是像这样切进来 还蛮特别的 虽然现在没有樱花 不然它真的是樱花树欸 游美游美 圣钢遗迹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要去的 那个樱山神社 是 是 我确定是 因为它是在那个里面 它上面那个灯笼 超可爱的 五个颜色这样 小小的 晚上来的话应该很漂亮 接着我们走到了樱山神社 这边是圣钢很有名的神社之一 我喜欢它的那个灯笼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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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山神社是以祈求长寿 所以可以看到庙里面 有很多地方有像这样的乌龜 好可爱 这颗大石头它叫做乌帽子眼 然后据说他们想要祈求平安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边拜拜 看完樱山神社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去严守银行 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之一 还蛮美的 这个严守银行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然后它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才正式修馆 正式闭馆之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维修 然后一直到了这几年它才要再重新开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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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内有两层楼 有一部分的话是需要付费才可以进去的 但因为票价非常的便宜 所以就决定和朋友一起付费进去看看 这里面的装潢完全维持了过去银行里面的样子 对 眼前的这个地方是金库 它里面就很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房间 中间这个部分以前是办公区域 把银行的桌椅都移开之后 变成一个很大的展示区 看得超特别的 看得超特别的 接着我们要继续走路到了 圣钢八帆宫 圣钢八帆宫在圣钢也是一个非常红的观光景点 在这边的话主要是拜 因缘还有安产天好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平日的关系 意外这里面人其实还蛮少的 发现了这个看板写在日本这间结婚的话 最便宜只要198000日币 好奇大家会有兴趣吗 在日本结婚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据说在这个纸片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在身体上搓一搓并吹一口气 这样就可以代表说把你的厄运吹出来 最后再用那个火把它烧掉 那你的厄运就会跟着一起不见啦 跟朋友看到的时候觉得太有趣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来试试看 好奇葚 接著最後一站我們想要去在聖岡很有名的首座村 因為它比較遠 所以我們就選擇搭公車過去 這裡的公車一個小時只有一班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錯過最後一台車 不然我們就趕不上新幹線了 這邊好像有一個水庫 然後還蠻漂亮的樣子 應該就是那個預索水庫 這裡除了有在賣伴手禮之外 它在後面還有一個區塊是負責可以做手作體驗的 可以體驗的東西還蠻多 像是自己編藤枝包啊 或者是去染布 那還有比較簡單的話 可能譬如說像我這個可以自己動手串珠珠 然後做自己喜歡的手環 然後我選擇了我最喜歡的紫色去做 這個是我做的手環 然後我選擇了我最喜歡的紫色去做 這個是我做的手環 做完手環之後看到旁邊還有店家可以體驗烤糰子 剛好我肚子有點餓了 所以就決定來這邊做一個小點心吃 烤糰子的速度非常的快 需要兩分鐘 最後再加上他們店家特調的醬汁之後就可以完成啦 這個地圖它上面有的東西是日本各地代表的手工藝品 真的是有夠多的 最後去逛一逛它旁邊的水庫 就差不多要去搭公車回去搭新幹線囉 在聖岡車站發現竟然有在賣福田麵包 這麵包在聖岡很有名 很幸運的被我遇到它在打半價 來到聖岡必吃的就是海膽便當 我們決定買一個帶回去車上吃 東北新幹線跟秋田新幹線會在聖岡這一站做集合 然後呢兩孩子會在這邊做連接之後一起跑回東京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到覺得還蠻有趣的 買海膽便當跟品酒當作今天的晚餐 這個便當分三層 然後三層裡面都有不一樣口味的海膽 東北三日遊就這樣結束啦 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下次再見囉 掰掰